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式开幕 中心设计者注意到,本届进博会上的机器人天团中不乏熟悉的身影 诸如牵手机器人、乒乓球机器人、仿人无只手机器人等熟面孔 均迎来了升级更新版 与首届进博会上展示的单臂仅做简单的握手互动相比 此次熊客展台带来的仿人无只手升级为双臂左右开工 在应用上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扩展性 这次我们主要展示的是,一个是仿人无只手 它模拟人手去拉窗帘,去做推拉窗帘 另外一个是做模拟驾驶 它几乎是能够胜任所有人手能够去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今年我们除了说它做一些展示之外 其实我们也设置了一个互动的功能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机械手可以做猜拳 我们这款机械手呢,它可以称为是整个展馆里最灵巧的一款机械手 来自英飞林的机器人ROBOY可以说是本届进步会最受参会者青睐的机器人之一 因为有了健全的骨骼,肌肉结构与神经网络后 ROBOY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 据介绍,ROBOY可以识别不同的人 还能对不同人做出不同表情并进行简单对话 展台现场推出的与机器人ROBOY拥抱互动的环节 着实吸引了不少参会者派对体验 那ROBOY2.0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类人型的机器人 除了我们有些先进的3D打印技术去撞见出它的外形 骨骼、肌肉、肌肉之外呢 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可以动起来 像人类一样有感知的能力 我们有布建了一些传感器 像是麦克风、像是雷达 让ROBOY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 可以去感知外在的世界 除了拥抱以外呢 其实ROBOY它还已经学会了怎么样 登三轮车它甚至还会买冰淇淋 那这一切的一切呢 ROBOY都在进化当中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进博会 刚才跟这个机器人拥抱感觉很特别 据悉 本届进博会于11月5日至11月10日 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1月9日 1月1日 5日 5日 1日 5日 7日 7日